这是卡克年幼时期的故事 当时的小卡克在波王国城内 偷偷看着三个扮演战士的孩子 不禁露出了羡慕的表情 他也想成为威风凛凛的勇士 但影之异族的身份却成了梦想的阻碍 母亲曾告诉卡克 影之异族是连老幼妇孺都不放过的暗杀者 是被人畏惧甚至厌恶的种族 因此无论发生了什么都不会有人帮助他们 想要保护自己只能变得更强大 一想到自己无法和其他孩子一样 成为受人仰慕的勇士 卡克便难过了起来 他不再偷看三个孩子的角色扮演游戏 回到自己的家里仰望夜空 想象着星星的样子 并在母亲的怀抱中进入梦乡 第二天 母亲带着卡克在城内逛街 买过食物后的母亲路过了一家武器店 于是让卡克在门口稍等了一会儿 自己则进入武器店挑选兵器 在门口等待着卡克无聊的玩起土来 就在这时 一只蝴蝶飞来吸引了他的目光 卡克追着蝴蝶来到了街上 正巧遇到了一位骑士 与此同时 一只失控的蛮牛冲入人群向卡克奔来 救救我 就在卡克被瞎得惊慌失措 即将被牛蹄踩踏的时候 骑士突然从马上跳下挡在了卡克面前 瞬间制服了失控的蛮牛 随后站起身来 留给卡克一个伟岸的背影 万万万分感谢您 请问您尊姓大名 从惊吓中缓过神来的卡克 想询问恩人的姓名 但骑士却表示 自己的职责就是守护人民 因此没必要报上姓名 随后骑上马转身离去 而这位骑士就是波王国最强大的骑士 齐尔 回到母亲身边的卡克 并没有告诉他自己遭遇了什么 但这次经历让他确认了自己的梦想 他对母亲说 自己要成为一名强大的骑士 这样一来就可以保护大家 保护妈妈 这让母亲非常感动 也是他后来送给卡克小马玩具的原因 神啊 保佑这孩子能实现梦想 卡克的母亲一边祈愿 一边想象着儿子成为骑士的样子 我们下期再见